大家好,我是克莱尔 越来越多的花友喜欢在蝴蝶兰纸料中加入木炭 我也是这么做的,效果还不错 今天和您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以及要注意的事项 我们说的这个木炭是指商店里面买的园艺木炭 或者是自己制作的木炭 我不建议用烧烤用的木炭 因为烧烤用的木炭为了帮助充分燃烧 而添加了硝酸钠或者是石灰石 这些物质都会损害你的兰花 那么质料中加入木炭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我总结了一下有这么三点 第一,很好的透气性及保水性 木炭经过燃烧之后呢 水分和一些可挥发的氧化物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木炭当中会存在很多的微小孔季 这些微小孔季可以使木炭的质量变轻 透气性非常好 能让兰花的根系保持呼吸 同时呢,它也能够吸收水分 在盆内有较多的积水时 木炭能够把多余的水分吸收 在缺水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释放出水分给周围的质料 第二点呢,它含有钾肥 木炭是由树木燃烧而成的 它产生的碳灰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钾 经过水解之后 这些钾元素能够被植物吸收 使植物的根茎液长得更发达 粗壮肥厚 从而增强植株的免疫力 第三点呢 就是它有一定的防腐及杀菌作用 木炭本身就是一种强氧化物质 兰花的根系呢,主要是肉质根 它稍微受伤呢,就会很容易被感染 而产生腐烂 由于木炭可以抑制植料中的有害病菌 所以能够减少因有害病菌感染 而发生烂根的几率 所以说呢,这个木炭呢 是非常适合添加在蝴蝶兰的植料里的 那么在养蓝的过程中加入木炭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我这里也总结了几点 第一呢,木炭会把盆内的这个湿气吸走 但兰花根呢,又需要有一定的湿气 所以植料内木炭过多呢 就会吸走更多的湿气 所以一定要注意用量 不要过多,5%到10%就可以了 颗粒的大小呢 最好是0.5%到2厘米 太大了就要敲碎 第二呢,木炭形成之后呢 它本身具有碱性 而兰花是喜酸的植物 所以我们在使用前需要去火性 也就是说要去掉它的碱性 而不能直接使用 那么怎么去掉碱性呢 很简单,就是泡水 你可以用自来水,雨水,或者是桃米水 具体的操作有种不同 尤其是桃米水 今天呢,我正好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去减性的过程 来看一下 这盆呢,是园艺用的木炭 这盆呢,是自家烧出来的木炭 我在手里捏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手上沾了很多的炭灰和杂质 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首先清洗掉的 多洗几遍 达到这种程度就好了 接下来呢 把它们静置在自来水中 或者雨水中 或者是桃米水中 浸泡至少一天 长到一周 用桃米水泡这里要注意 桃米水的第一道和第二道是弱酸性的 pH值是5.5到6之间 那个第三道到第五道的那个桃米水呢 会神奇的变成弱碱性了 它的pH值是7.5 所以一定要注意 用第一道和第二道的桃米水泡是可以的 泡完以后呢 就是晾干 就可以准备和其他一起 和植料一起使用了 好了,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希望对您的养花有所帮助 我也就非常高兴了 那么希望下一期再见到你